她現在是四歲多快五歲 然後我們參加的是大寶貝班 她是一歲剛滿收稅 然後參加小寶貝班 我兩個寶寶他們現在是十個月 然後是在小寶貝班 我是因為學校的幼稚園教的課程 就是沒有外師 然後也沒有就是比較好的音樂課 然後剛好看到就是這個寶貝 然後想說先來體驗看看 然後所以就先參加了體驗 我一開始想說可能就是一般唱唱跳的人 所以我發現會帶很多不同樂器 然後從樂器裡面就是學到 就是很輕鬆的讓小朋友知道說 這個英文的部分 可以就是在邊唱跳的時候邊學習到 那後來也是因為覺得說 就讓她這樣子輕鬆的選英文 然後好像又可以增加樂器好像二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兩個 一個是不肯否認識 因為市面上的這些早教課程 它的價格 那這個價格正好是我覺得可以負擔得了的 然後另外的話是 它有外籍師資 然後又結合音樂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讓她試試看 那時候也是看到網路上一些訊息 那剛好離家裡又很近 所以想來聽聽看 就是上了幾次下來 覺得反應很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繼續來上課 上課以後發現會有很多樂器的一些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使雙體的方式在進行 那這可能是其他課程比較少一點的 那個機會 上完課之後覺得其實她還蠻開心的 那我們想說不知道英文的部分 結果發現她有時候在課堂上面 老師交到的單子 她可能剛好在就是外面的時候遇到 她就會很自然的就就講出那個英文單子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點驚訝 想說其實小朋友還是可以學習到 就是不一樣的英文 回去的話 她可能會拿著那個 薛克吧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兩隻手上去 他們就是對那個 音樂 比較有旋律的節奏 就會像 對像這個 就會有一些晃動 那可能就是想說要跟著節拍 這樣 那妹妹的話也是她的 她的身體會搖擺 或者是她的頭會有一些話 所以我想就是他們開始會對音樂 有一些敏感度跟興趣 Hello, I'm Teacher Juno Hello, I'm Teacher Andy Welcome to Harmony Music Center 想要讓你的寶貝學習音樂 卻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嗎? 我們相信 音樂早教能夠有效的促進寶貝 早期的各項能力發展 在好滿意 我們使用符合寶貝身形的特製樂器 讓寶貝在上課的時候 能夠輕鬆的跟上老師的腳步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融合故事主題 以及雙語教學 提供給寶貝更多元的學習內容 我們希望好滿意 能夠成為寶貝的 身中第一位最專業的音樂老師 Join us at Harmony Music Center Let's make music together ! 吃到了 面前面 字幕作為 Chat